中国新跳院子开拨以来 可谓是赚足了各方的关注度 先有牛群的强制跳下十米台 再有猪尾头呢 我的吓声本来就很黑 加紧 甚至摄像机直推胸部的走光 这一出出热闹 让观众们看得不亦乐乎 但作为审查机构的广电总局 却似乎已经忍无可忍 近日 在世小龙助理意外死亡之后 广电总局也终于给出 出了黄牌车 中国新跳院被格令整改 没有具体归期 再一跳菊花倒灌水 再跳危险出人命 这不断挑战道德底线的 中国新跳院 最终还是把自己给玩坏了呀 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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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εται